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回去回去一回去之后就留在那边了 就发现其实香港很好啊 对 因为看到有一个机会 我在我看报纸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初级特纪元的训练 那我就去参加 参加了之后就结束了香港动作电影 一结束了之后就不想走了 这是我想做的 我想去尝试可以走到多远 那我就留在香港 就一直向这个目标出访 所以现在是一个动作演员 做武行的 现在是一个动作演员 武行也可以叫特纪元 《厨 inches》 《厨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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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影片当中 武航好像都是很威风的 或者说真的是打斗很漂亮的 但实际上武航幕后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其实一般因为武航这个行业很大的 其实也有很多方面 有武打的也有分古装还有时装 也有枪战那些还有爆破 还有开车飞车掉歪牙 其实很多方面 很危险啊 对啊也有危险 但是当武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看那个安全 现在以前可能说80年代那时候 就会是看你有没有胆量 就是去做 但是现在这个行业就是 其实安全是很重要 所以你想红吗 当然啊 当然想啊 因为你做什么东西也是要做到最好 如果那就是走红了 还是很想红实际上 那对于你来讲 做一个动作演员 无论是很红也好 或者说无论现在是在做幕后也好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 惊心动魄的一个阶段 什么新客的 对啊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好危险的 一下来就忽然觉得 这是生死一瞬的感觉有没有 对也有的 其实就是那个无剑道的电视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有 电视剧 就是其实好像是第一集 就是有一个人在给在在楼顶 被他推出去掉下来 对 那那个踢身了就是我踢 第一次就比较挺挺 挺害怕的 因为你看到那个地越来越越越远 然后那个有一个垫子 那个垫子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很危险的啊 对我来说因为我对武行这个行业 我很尊重的 但是问题是现在好像很多 特别是各大的电影的奖项 或者说各大的一些 能够去给电影的认可的这些东西 是没有武行的归属的 对啊 这个我也觉得很可惜的 因为就算金箱奖那些都没有 这个给武行一个 认可 所以我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唱一下我们的观众 当你在看一部动作电影的时候 不妨给这些动作演员 给这些武行的演员们 多一点点的时间 至少可以在人名单上 看到他们的名字 而且一部电影 特别是一部好的动作电影 是有很多人在付出的 也就是有很多人在做的 感觉 我们的观众